所有驾驶员必须持有有效的新加坡驾驶执照 只有培训合格的驾驶员才有资格操作指定的运输车辆 作为一名驾驶员,切记安全第一 在开始工作之前,请确保使用完善的防护装备 例如安全靴、安全背心、安全帽以及防护手套 驾驶车辆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请勿驾驶任何有安全隐患的车辆 上车后,首先固定好安全带 然后调整后视镜位置 在公路上运输时,请确保遵守交通规则 在公路上运输时,请勿告 以下是装载货物时需要的注意事项 装货期间,确保双闪指示灯亮起 清除路上障碍物并使用安全路障以防止意外事故 事先连接电源 再打开安全锁 在释放后档板之前,确保后档板上没有异物 周围没有安全隐患 打开安全锁,并降低上层甲板以准备装载 在总部装载前,请进行货物检验 确保所有货物标签上的序列号都正确地反映在验收表上 装货期间,请务必安全,小心地运送装载 确保在甲板上工作时采取安全预防措施 请按照规定正确使用设备 请务必锁定安全锁以固定上层甲板 伸降上层甲板时,静止站在上层甲板的下方 以防发生事故 确保所有货物之间保持6英寸的距离 并且不能超过高度限制 确保正确使用PPE 装载完成后,收回并固定后挡板 并确保后挡板钩锁紧扣到运输拖车上 检查并确保上层甲板也被固定 所有货物的手闸应在停放后进行操作 装载室后,切记利用正确的绑扎方式固定及捆绑货物 卸载货物时需要的注意事项 必要亮起指示灯 卸货前,彻底取出固定货物的轮胎阻挡气垫板及捆绑带 解锁并放下后挡板通道进行卸载 确保正确使用PPE 清除路上障碍物并使用安全路障 以防止意外事故 进行卸载时 采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 缓缓地卸货 伸降上层甲板时 静止站在上层甲板的下方 以防发生事故 小心安全地卸载货物 完成以上程序后 折回并固定后挡板 确保挂钩 确保挂钩完全固定 在驶入或驶出加油站时 请提前开启信号灯 放慢车速并细心观察 开启警示灯 开启警示灯 以及双闪信号灯 检查制动系统 确保正常操作 给上层甲板 货车加油时 确保使用正确的入口攀爬进入甲板 驾驶员上下安全梯时 应严格遵守 并保持三点接触安全法则 在上层甲板上行动工作时 确保安全腰带时刻安全扣在狠锁绳上 加油后 可擦掉任何溢出的染料 切勿随意处理蓝油泵 加油时可寻求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协助 驾驶员上下安全梯时 应严格遵守 并保持三点接触安全法则 给汽车加油时 司机必须时刻确保正确的使用PPE 工具以及设备 以避免受伤 以防护手套 安全帽 以下是货物卸载时的注意事项 所有货物装载车辆应当使用适当的商业牌照 在公路上进行装载运作时 请确保遵守合法的停车规则 停车后必须亮起指示灯 清除路上障碍物 并使用安全路障 以防止意外事故 只使用拖车载体左侧的按钮 并确保正确使用PPE 驾驶员在公路上开启后挡板进行卸载时 采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 缓缓地卸货 时刻保持警惕 注意来往车辆 完成以上程序后 折回并固定后挡板 确保挂钩完全固定 确保正确使用PPE 以下是装载货物时的注意事项 所有货物 所有货物装载车辆应当使用适当的商业牌照 在公路上进行装载货 在公路上进行装载运作时 使用PPE 时刻保持警惕 注意来往车辆 在操作过程中采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 缓缓地装货 请务必锁定安全锁 以固定上层夹板 事后切记利用正确的绑扎方式固定及捆绑货物 收回并锁紧后挡板 确保后挡板勾紧车体 请确保正确使用PPE 安全小心的运输装载车辆 确保您有一个安全顺利的驾驶工作制 请购 entsED 请不吝点赞 追 请不吝点赞 pets